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及公民行动已经记录资料库联合 直播的视讯跟音讯的节目 我们在每个礼拜天晚上的九点半 在公司新闻音频中心 PNM的网站上面会进行直播 之后也会在公民行动 已经记录资料库的网站上面 会有完整节目的播出 我们就要跟大家谈这个议题 其实对我自己个人来讲 是非常非常关心的一个议题 在几年前我还坐在台北的时候 其实比较有多一点的机会 在台北很多的社会运动的现场 那最常去的参与的一个抗争的活动之一 恐怕就是热身疗养院 那热身疗养院其实是一个台湾非常重要的 不只是一个古迹文化的议题 其实也涉及到所谓的破迁人权 甚至转型正义各式各样的议题 都在这个疗养院里面去发生了 那不过其实我们知道 在这个抗争的过程当中 这个疗养院呢 这个热身呢 其实某个部分是被保留下来 可是绝大部分都是被拆迁或者是被拆毁掉的 那当然 在过去很多人关系这个议题 可是我们看到现在热身青年们 或者是这些热身的愿民们 还在持续的抗争 但是社会的关注度 似乎却越来越少了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要来跟他继续的聊 这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我们邀请到的是 青年热身联盟的吴宜嘉 还有林秀鹏先跟我们来做一些讨论 那现在在现场的是宜嘉跟我们谈这个议题 宜嘉可以先告诉我们现在热身的状况吗 虽然很多在主流媒体上面 已经越来越少看到热身的一个相关的议题 那现在愿民好吗 这些工程 或者是现在在这个机场的这个建筑上面 建设上面又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呢 现在工程的状况是 已经完成 大概就 捷运局在诉讼上面说的是完成轻时发了 那其实 可是这百分之轻时 到现在还在进去施工 所以 院区到现在还在 就是走伤危机 就我们每个礼拜去量的裂缝 都还是有在变化 嗯哼 所以那个裂缝还是一直是存在的 那捷运局有什么样的处理的方式吗 捷运局 像在去年4月的主人社事件之后 他们看到这些裂缝就会 可能有些是影响到院民行动 或者是有些裂得太大 他们就会派人去把它补起来 嗯哼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看到 即使它已经补起来了 还是会再裂开 嗯哼 所以他现在处理方法是 整个把这个裂缝是补起来 那这个裂缝是包括墙面跟地面上吗 还是在其他地方也会有呢 对墙面跟地面 墙面跟地面 嗯 都只是仿着 就是外面路面可能会有 嗯那这个用补起来的方法是可以解决的吗 因为它现在这样的可能显然是 这个所谓的地等身这个坡度的问题 然后造成这个土地有移动嘛 对不对 那补起来似乎只是去做某种的治标 那它还是存在了很大的危机啊 是因为就是呃 裂缝就是有很多条都是他们补了之后再次裂开 而且在补的过程中其实愿民都看得到是他们工一条小小的裂缝就可以用了好几包水 那其实这样就可以看出来它并不是纯粹的呃可能地板或墙壁小小的裂开而已 而是它是很深的裂缝 那真的是一个治标不日本的方法 嗯那你们有请教过相关的工程人员这样的一种处理的方式是可行的吗 诶我们一直以来就是有帮我们咨询裂缝部分的王文明工程师他在就是他其实一直提到就是这个裂缝的问题是这个这个地址 然后地层滑动 地址是单纯像捷律局的说法说这些裂缝是工程的零存而已 嗯嗯嗯嗯对所以他其实是跟地址跟所谓地层滑动是有很大的这种关联性的 因为其实呃要不然他不会这样不断的一直裂开下去那除了呃热身的这种现况除了这个防射我们看到或者是不管是在地面上不断均裂之外在整个的建筑的安全上面或者是在这些阿公阿嬷他们的生活的状况之下呃目前的情形又是怎么样呢 嗯就是这些工程其实光是工程本身每天他们表定是做到六点 嗯嗯嗯那其中的声音其实就已经影响院民是东风很大了 嗯嗯那再加上裂缝跟工程对防射的准态 像是就是刚提到去年的主人社事件 他就是有一位院民他的房间在晚上的时候天花板的青钢下就掉落 嗯那其实这是很严重的危害到院民的人身安全的 嗯嗯所以类似的情形是常见的 嗯就是裂缝裂缝几乎在每月民的家里面都有 那这个青钢下掉落是最近发现的 嗯其实在最近的这个一连串的诉求当中 其实我们知道热森青年联盟或者是像热森保留制救会里面都有提出了一些议题 跟一些诉求一些看法 其中一项诉求是要求立即停工全面安检啊 迁移机场 那这个机场的施工跟热森的困境有什么样的一些关系 可是迁移机场是不是一个非常不太可行的事情 因为当时会去把热森療养院或者整个山坡给铲除 就是因为要建机场的不是吗 是但是像我们最近在讲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个方案后来一直有专家或是甚至监察院都已经提出周证 说这个地方是不适合建机场的 那我们是认为既然一开始就是政府说的热森不柴捷运不同 这个已经被打破了 热森已经冲到回笼站 那我们认为就是还没开始运 就是还没开始运作的捷运机场 应该是需要发现错误的时候就要前移 而不是冒险的继续把它做完 所以你刚刚意思是说之前包括新北市政府或是台北市捷运局 当时的台北县政府周锡伟他们也说这个热森不拆捷运不通 可是事实上这个捷运已经通到回笼站了 那所以基本上来讲热森其实也可以不拆 那不拆其实这个机场是不是也不需要兴建的意思吗 是 那因为接下来捷运局其实会说 这样子就是可能他们需要维修或是停放车厢的地方不够 那我们会希望 我们有提出一个新的方案是 把机场延伸到新树林 嗯哼 延伸到新树林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在就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可以真的倾移机场 然后我们帮捷运局找一个台阶下的感觉 然后把机场延伸到新树林是因为我们在看资料的时候 然后新北市曾经有说过会规划 德瑞三环三线 那有一条线其实本来就会通到回笼站 那我们希望是把机场移到新树林 那里有一个台契机道场是废弃的 那朱立伦也曾经承诺过会整治那块地方 所以我们希望就可以利用那块空地去做一个供购 那就可以延伸机场 不要让机场也在一个危险的状态下 嗯哼 可是或许会有一些人会有这样一些质疑 这个都已经开挖了 新建工程也建到一半 或者是甚至你刚刚谈到70% 那如果现在在停建 那不是前面的东西花了钱都浪费掉了吗 然后又要盖新的机场 那哪有那么多的钱再去盖新的机场 更何况为什么不忍耐一下 为什么不把那个所谓的胁迫安全做好之后 那这个忍耐一下就过了 那何必要一定要把这个机场迁移呢 是 因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 捷运局他本来就没有办法按照他一开始的计划 建好这个河场 这10年来一直在增加预算 或者是改变工坊 然后到现在还会出现裂缝 或者是走山的问题 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问题是 就是地址的问题是很难被完全解决的 那我们会觉得 与其再继续增加预算延长工期 甚至再寻找其他工法去冒这个险 不如就是像柯文哲之前在对核四发表意见讲的 就是认赔杀出 那这个危险工程应该就不要再继续 嗯哼 所以你们觉得的确是一种认赔杀出的做法 因为你在这边东西这样的一个现况 不断的去变更工期 或者是不断的投入这个预算 那还不如整个打掉重练的意思吗 是 嗯哼 本来要整座山挖掉变成挖掉坡角 那 呃其实在后来 就是 那时候的地址报告就可以发现说 热身的 状况是一个顺上坡 所以 其实他如果挖了更少的地方 就是挖了坡角是更危险的 嗯 我们主张是 应该要 那时候就是 捷运局当时 方案定了之后 他只有角交 就是审查非常松散的 差异对照表而已 嗯哼 嗯哼 可是我们认为 就是这个这么大的变更 应该是要重做换平的 嗯哼 因为我们这个诉讼是 就是要求他们必须要重做换平 就是地址平衡 嗯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这个案子本身 已经有很大的变更吗 本来是整个山要铲除 后来只是把一个 这个所谓的斜坡这个部分 去把它铲除 但是这是一个大型的变更 所以整个环平 必须要重做 是 嗯 那这个重做环平的结果 对于院民来讲 有什么样的影响 或是对于整个工程 或是对于当地的居民 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嗯哼 呃 因为这些 就是现在的地址报告 其实都还在捷运局那边 那我们 是觉得 希望说 呃 环平这样子 就是他如果判决 要重做环平的话 等于是 还给造成一个公道 是说 这个地方的确是有问题的 那 环平的结果 我们也希望 他可以真的 呃 就是判定说 这地方真的不适合建机场 那也许是一个 呃 让他们可以尽快建议经常的方式 嗯哼 那其实不管是刚刚谈到的诉讼 或者是这些重做环平 或者是这种立即停工的要求 恐怕 但这是我们热生青年或者很多愿民的心中的期待 那可是他恐怕还是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在目前的这种看起来 攻击还在进行 而且这工程的确出现了刚刚谈到的 不管是地表的军裂 呃或者是刚刚谈到的墙壁的军裂 甚至曾经也发生过这个天花板掉下来的情形 那这种状况之下 这些阿公阿嬷的安全 难道不会有问题吗 或者是说他们现在的处境是怎么样的 呃 其实我们也一直 就是这些愿民的安全 就是也是我们一直担心的事情 嗯 那另外其实还有 比如说愿民现在都老了 然后安养照顾的问题 那所以我们同时也有再呼吁 台北市政府捷运局可以尽快停工 就是呃 这个工程问题应该是 一直以来都存在的 那我们觉得捷运局是应该 自己去面对这个问题 而不是到最后需要法院判决 或者甚至到最后环保署命令才会停滞工程 嗯哼嗯哼 我想这是一个我们持续要继续关心的一些问题 不只是谈到工程事工的品质 更重要的是其实有很多人还是住在这里面 那当然过去的整个程序正义 环境正义或者是转型正义的问题也是 就是这个议题非常值得去关注的面向 那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面向 就是呃 乐生保留运动除了刚刚谈到的整个工程的问题之外 文化的问题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您过去曾经到过乐生疗养院的话 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地方 那在很多的国家他们会把类似的这种所谓的汗生病 或是这种所谓的马蜂病的这种所谓的院区 它会保留下来 因为它不只是一个文化的国际 它同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记忆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谢谢呃 刚宜嘉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待会我们要继续的访问是乐生青年联盟的另外一位成员 林秀鹏来跟我们谈文化资产的相关的议题 喝好 víb 把杂工想 benef含 ayan אם EPA 你们来面上了 我来个步优 因为我来玩 这些位置 母带处理 客戈部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式新闻议题中心PNN 公民行动影音记录资料库 以及灿烂时光节目联合直播的 一个视讯跟音讯的节目 我们在每个礼拜天的晚上 9点半在公式新闻议题中心PNN的网站会直播 之后会在公民行动影音记录资料库的网站上面 可以看得到我们后续的相关完整的节目的播出 那今天的节目刚刚在上半段 其实我们一直在谈热身聊演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就是有关于工程师做的问题 事实上这个工程海面师做之前 包括很多的青年热身联盟或者是一些生育团体 甚至像很多包括王伟民工程师都提出了 这个工程师做会有很大的一些问题 会有特别是安全的疑虑 在我们上半段节目当中也特别谈到了 现在这些工程师做的过程当中 还是地面不断是在军略墙壁也在军略 而捷运局的处理的方法就是把这个军略的裂缝给填满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让人家担忧的一个安全性的问题 可是除了这个安全的问题之外 另一个其实在整个热身保留运动当中非常重要的主轴 就是有关于文化资产的保育的问题 那在这个单元这个阶段跟我们一起谈这个话题的是 一样是青年热身联盟的成员林秀鹏 秀鹏你好 你好 我们刚刚有谈到其实热身保留运动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脉络 或是另外一条的主轴其实就是这个文化资产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知道过去以来 青年热身联盟或是热身保留制就会 其实大概也是拜访过无数的这个台北市的市长 或者是无数的这个新北市台北县的县长 或者是包括他文化局处的官员 以及包括文建会文化部的官员 我想大家都已经拜访过了 可不可以请你谈一下在过去拜访这些 不管是地方的首长或者是这些文化文资相关的 这些政府官员的时候 他们对于热身保留运动 或是对于所谓的热身这个文化鼓跡的态度是什么呢 这个谈到文资的部分呢 就是可能要特别强调的一个部分是在1994年的时候 关于热身的这边要新建机场的时候 他要做一个环品 那环品他一定要做一个文化资产的一个价值的一个评算 那他那时候是说热身两院是一个雨漏建筑不值得保存 就是说这个地方是没有价值的 那因为热身保留运动的抗产的关系 所以我们开始喊说 其实热身院作为一个台湾医疗史上重要的地方 然后也是我们台湾人群史上 就是一个运动上是一个重要的地方 所以它具有一个文化资产的一个价值 那我们也像老师说的那样子 就是我们拜访过中央的文件会跟地方上的文化 就是希望说他们可以进属的直径古迹 那曾经在文资的这个运动路径上面 我们是有一个进展的就是在2000年里面 我们有得到在那时候文资法刚刚修法通过 有一个叫做战定古迹的一个新的条款出现 那热身院就是文资法修法之后 成为我们台湾兵的战定古迹 也就是说在半年内呢 文化相关的主管机关 地方的也好或是中央的也好 它必须就是在半年内对热身两院 是不是文化 是不是古迹做一个文资的证查 那我们在2005年虽然得到了这个算定古迹的地位 可是在半年的期间内 就是地方的不作为 就是当时的台北县政府 周锡伟的任内 他并没有做这个文资审查 所以他违反 然后可是也造成就是热身两院在后续就是被拆掉 对 可是我们持续还是说热身两院是有古迹的价值 然后希望可以广化指定古迹 然后暂停这个施工 因为依照文资法的这个回应是 只要它是古迹就可以暂停的施工 但是我们一直得到地方上的回应是 新北市文化局的那个文资科科长 他就是回应我们说 如果整古迹那工程就没办法进行了 所以他这个逻辑不是说 他认为工程的施作是要淋驾于古迹的保存之上的 但是我们非常非常失望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在文资上 后来在战略补击之后 就是持续得到的政府机关的回应都是这样的消极 知道有一次是 荣一台他刚当上文化部长之后 他其实有亲自来过二十年院 所以他亲口说出 就是在我们抗争很多年之后 他总算亲口说出 说其实他认为乐森两人是有古迹价值 就是一样烙脸再度失望的是 他就是说虽然有古迹价值 可是他觉得乐森不需要古迹这个名分 因为在他心中已经是古迹了 哇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说法 对对对对 就是他就是 就是等于他拒绝了我们这个丁古迹这件事情 所以持续持续就是文姬这个部分 我们一直被 就是我觉得台湾的状况就是 古迹一直被工程的这种价值所以降 嗯哼 这这其实是一个很有趣啦 就是谈到一个发展跟一个文化之间的冲突 那我想乐森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 即使像龙印台也说出 他是一个古迹的价值 但是其实恐怕他也不敢去 去违逆这个所谓的发展主义 这个存在背后的更大的力量 那当然我们知道在 新任的台北市市长 柯文哲还没上任之前 新人乐森联盟也都去拜访过他 那后来这个也去找过这个 周理良文化局局长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们跟柯P的接触的经验 或者是跟周理良接触的经验的时候 他们的态度是什么呢 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呢 周理良的部分就是 柯文哲的部分 其实我们就是在选前跟选后 都找过他非常多次的 然后我们其实原本也是跟其他的市民一样 就是期待说柯P他是可以 就是有着超越蓝绿的一个视野 然后能够把这个蓝绿 因为垃圾抗争有十年了 他已经经历过蓝绿的执政 那我们认为说柯P他如果要 他很多人支持他就是因为 他有不同于蓝绿的一个价格 那希望他超越蓝绿 然后解决蓝绿的一个烂散 那可是目前为止 我们其实邀请郡花来热身 但是他没有亲自来过这样子 然后也没有对我们的诉求 有正面的回应 那我们针对台北市的部分 还是比较是说 因为他们是捷运局的主管机关 那对于文字这件事情 如果尤其是他是 热身那里面是个医疗史上重要的一个地方 那柯P作为医生 就是他应该可以很了解说 就是台湾的麻风病史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后甚至月铭 就是也是我们的麻风病患者 就是他长期居住在那里 就是这个也是文权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相信柯文哲他是知道的 只是目前并没有正面的回应 那捷运局局长周理良的反应又是什么 捷运局局长周理良的反应就是说 他认为他亲自来过热身 然后这我也肯定他是有一定的成绩 想要了解热身的状况 可是捷运局他的问题就在于说 我们一直在讲就是他是技术官僚的部分 就是他一直捷运局说这里安全 然后可是他提不出一个监测数据 显示这里是安全的 然后甚至我们多次去找捷运局 也是不断讲说里面有没有保证安全 那当然过去在航行兵的执政之下呢 捷运局对我们的态度是非常高的 就是他直接就是把我们完全撇开来 就是说我们在说谎就是没有这回事 那我们就是不断提事实嘛 就是包括裂缝局内的部分啊 包括我们就是我们这边的量测数据啊 那都被直接撇开来说就是我们是说谎 那当然就是克文哲上任之后 就是周理良上任之后 有一个不一样的态度就是说 周理良他亲自走访了热身 然后看到热身的裂缝 可是他我觉得也是有个对外说法控制的 就是他对我们是说他知道有热封 然后有一些问题 然后他其实在2007年的时候530方案 周理良他本能就说出他觉得530方案 就是这个开花边坡的方案是有问题的 就是结果他上任局长之后却突然改变了说法 就是说嗯对这个方案是有问题的 可是他觉得我们就是亡压苦劳这样子 就是我们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子 而不是说停工这样子 然后所以我们才会在1月26号 也就是上个礼拜一去北市府的时候就是喊出 应该要认赔杀猪 就是其实热身院这个新装机场这个工程 就是自行北市的小盒 就是另外一个小盒市 因为他投入了非常多的钱 工钱也不断的拖 然后也危及了院民的生命安全 那其实就应该要认赔杀猪 可是周理良他当天其实有在场 他回应就是说他觉得我们的签厂方案是有创意的 然后确实安全可能有不同的见解 就是他觉得我是安全的 那可以再讨论这个签厂方案 这是他的现在我觉得比较正面一点的态度 嗯 当然他也没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承诺 那其实我想很多人也会觉得很奇怪了 或是比较不太理解 就是这些阿公阿嬷 我们知道他受到很多的这种所谓的 过去的一些不平等的对待 那很多人会从一个人群的角度去关心 或者是去同情这些阿公阿嬷 可是有很多人会觉得说 那一个热身理想院他就不过是一堆货房子 为什么他有所谓的保存的价值呢 为什么你们要从一个文化资产的角度 来去要求这样的一个 更是早期这样的一个区域的完整性呢 其实热身理想院 确实我们常常会被人家 之前都常被人家问说 那这些到底有什么值得保存的 嗯 那我们一开始的说法也不会说 嗯 比较一般人可以懂就是说 我们其实热身理想院有八成年历史 那他有很多历史建筑 是现在我们台湾看不到的 对 那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部分 是他其实当初这个 这个热身病患者是麻烦病患者 他强制隔离的一个政策下 他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社区 支配自己自己的一个社区 然后他等于是一个另外的国度 那他这个隔离的历史 跟他隔离造成的一个空间 就是 就是生活空间 他是非常非常的有 历史上的意义 以及 他是用愿民用他们的生命 八十年的生命 有苦有痛 有可能有泪有笑 就是打造 亲手打造出来的一个生活空间 那我们觉得就是说 他的价值就在于 一就是 他是我们的医疗史上 强制隔离的一个负面 我们称作负面遗产的一个价值 那第二个就是 他提醒我们就是 台湾 或是说整个社会 就是我们不应该这样子对待 就是 就是这些病患 然后甚至疾病污名的一个 这样具体的地方 对于一个空间的象征 那空间的象征 那我们认为呢 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 乐生療与院 这个抗争的关系 他其实已经有十年的抗争 那他作为一个社会运动 我认为 就是是非常有指标性的一个地方 那他抗争换来的 这样的一个 保存也好 或是说被 被破坏的地方也好 其实都应该是我们 台湾历史上 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 一个记忆这样子 那其实 也因为抗争的关系 所以 乐生療与院的议题 有进 其实有进到教科书之内 让更多人知道说 其实这个地方有发生过这样的历史 所以 他有医疗 有人权 有关于 就是 就是台湾这个整个八十年的一个社会的变化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认为这里是非常有一个价值 但他也其实不是只有我们在说 后续在2009年的时候 乐生院自然被拆掉了 可是 就是 当时的文件会 就是指定乐生院作为 就是 工化集关 跟历史建筑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台湾世界遗产潜力 对 所以我们觉得说 就是 这个 这个是 也是我们愿民讲的 就是已经过世的愿民 汤祥宁 贝贝 他说其实 乐生院的保存啊 一个是 他是他的家园 他为什么出来抗争 是因为他要捍卫他的家园 可是他也非常的诚实地说 就是 他其实知道他 在有生之年 看不到从建乐生的那一天 就是他看不到他的家园 盖回来 他没办法住回 他的院本家 可是他觉得他为什么参与 热生保留运动 就是因为 他要为就是 呃 台湾的下一代 就是保存住 这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提醒 台湾的 呃 下一代 让他们知道说 就是这个隔离是错误的 嗯 那应该 带有这种历史的重演 嗯哼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面向 那 其实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包括像澳门 包括像马来西亚的 他们也曾经有这样的一个 呃热生院民的类似这样的一个区域 就是他们的汗生病的这个区域 也是被保留下来 这保留下来 除了是作为一种所谓 这原来的院民安享一年 安享天年的这种之外 其实刚刚也特别谈到 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那更重要的是说 这个疗养院的本身 其实是一个过去的 在医疗上面的无知 导致人权上面的非常严重的伤害 它涉及到了一个更重要一种所谓 转型正义的问题 那它也是一个这个社会里面 必须要记取的一些教训 这个教训不是 不只是去纪念这样的一个过程 也包括我们如何去 因为我们的无知 因为我们的有限 而去导致人权受伤的这些硬气 这都是每个公民 他必须要去理解 根据记忆的地方 那今天非常谢谢 两位青年热生联盟的朋友 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那我们希望下次有机会 能够再跟大家谈 这个热生相关的议题 能够更深入的去了解 那我们更希望 这个机场能够赶快提供 这个文化资产呢 能够立刻的保存下来 谢谢 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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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